在多倫多热爱电影人士以及乔介的推动之下 第一届多倫多台湾电影节顺利举行 主办人谢政府表示 多倫多是北美华人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希望以电影节的方式带动台湾社区及产业发展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电影节可以带动当地社区 所有的不管是产业或者就是像一个成果杂 所以像我们社区像我们今天的活动从头到尾 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台湾社区还有台湾团体 一起来努力来做成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站 我们可以使多倫多甚至于我们加拿大的地区 都更能够认识我们台湾的电影 台湾优质的一些文化电影文化 然后呢也可以让我们台湾的一些电影 导演啊电影啊来到加拿大 多做一些文化的交流 近几年在海外推动台湾短片的导演洪马克 也参加这次电影节活动 除了带着他的招牌粉红色旗帜出席外 也带来台湾学生的动画短片 希望透过短片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期待说 这些东西可能可以从海外 一些声音从海外传回来 让更多台湾在台湾的台湾人知道说 我们真的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也希望台湾的创作者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活动 更有自信 也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竞争力 其实我们的作品是很好的 台湾新位导演洪马克 导演洪马克2014年参加国际影展获奖 却被主办单位误说来自泰国 因此他更希望透过短片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了解台湾电影 这是Marco 从台湾